起床了 哈喽大家早安呀 我今天伴着这个清晨 哇好帅 我今天呢 伴着日出就起来了 一睁眼就看到了 那个一点点的那个日出 然后我就迫不及待 我赶紧出去了 这边当地的日出 是在六点半左右 然后呢我就差不多 穿个衣服穿个羽绒服 然后我就出去看了 因为这边的周围温差非常大 因为是沙漠气候嘛 然后冷的时候差不多两三度 热的时候二十度就这样子 所以呢 早上还是有点凉的 特别特别舒服 可以看一下清晨 然后刚才看到了一只野狐狸 和一只毛绒的野兔 超级可爱 觉得很幸运 因为我其实这两天 在Josha Tree这个狐狸光园 我特别想能看见一些野生动物 因为我超级喜欢小动物 然后看到了一只狐狸 但是它听见了一点点动物情 听见了我就是拍在窗户上 看它的时候 它就已经 撸一下 一溜烟就跑没了 真不会是这个野生动物 这个生存技能 杠杠的 那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泡泡的建筑构造 就感觉如果是胆子比较大的人 可以在这裸奔都没有人发现 在这外面还有可以在外面洗澡的地方 应该说是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 非常奇妙的一种体验 我们今天就要睡在后面的这种 bubble这个小泡泡里面啦 这个手机拍不清楚 但是天上特别多的星星 就是多到数不清那种 还能看到银河带 我们在星空下 然后看到这一些漂亮的这种小玄球 然后烤着火 烧着烤 哎呀真的觉得四身足利 真的是太舒服的地方了 而且没有任何人打扰 因为旁边都是一望无影的这个 沙丘 然后还有沙漠 小葱